许朝宗一师从林业转行到陶瓷产业 每天苦学苦练 一路升到制造课客掌 最后还接了一座窑场 环谷的基础是什么 是它的工艺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工艺到一个巅峰的时候 你会转变成艺术 所以环谷陶瓷其实它就是一个艺术陶瓷 台湾巴黎年代时期 正值明清仿骨瓷器外销热潮 陶瓷重镇殷歌也搭上这股热潮 而许朝宗一师 更结合现代艺术的美感 成为制作仿骨陶瓷的佼佼者 其实我在做外销代工的同时 我是觉得反而是老外比较喜欢 这个我们这个乳冠哥定金 青花豆彩文彩这一类的陶瓷 是因为它是我们一个朝代一个朝代 这样累积下来的 其实它的工艺的技术 其实是非常值得去欣赏的 所以我一路走来 其实我对古佑其实是特别去专严的 像这边就是乳窑 官窑 歌窑 定窑 金窑 这个是很有名的所谓的五大类陶瓷 乳窑特色就是它有微微的无光 它要满右 所以它是用钉子把它秤托上来去烧的 所以整件作品其实都有右药 再来就是它里面有冰裂纹这三个特色 清朝的青花呢 它是我们在整理中国文化里面 它算是做得最好的 尤其是在清康熙乾隆雍正三个朝代 后来又发展出豆柴 这个是混柴 所以清朝就变成是非常热闹 发展到最漂亮的部分 其实就是所谓的法郎柴 许朝宗先生他从这个仿古的图案里面 有一些创新的表现 它也引进了比较新的优势 这样仿古陶瓷不只是老东西 它也会有一些心意出来 对陶瓷产业的发展 或对文化的延续 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透过许朝宗艺师的灵巧双手 让仿古陶瓷 不只是对古代陶瓶的模仿 而是造就英格当地陶瓶事业的发展 并成为在地生活文化的记忆 我们早期也是一个 做一些所谓复制 刚刚讲复制的一个就是代工 但走到最后我们能量既饱了以后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能量的艺术家 能量怎么来的 你就是要做你的特色的作品 所以我们是以防骨做基础 它是创新自己的品牌 才能够走到现在